还要带您来关心是在昨天传出来 说前泰电董事长孙道存 他是因为这社护腺癌病情恶化 就在昨天凌晨癌死了 享受72岁 好事实上我们就来看到孙道存 他就是因为这泰电偷空案被判刑三年 去年一月份他才刚出狱 但是今年初又因为公益侵占罪被判刑 四月份的时候他是二度来回笼了 原本入狱初期期孙道存 他的身体还有精神状况都还没有异常 但以后来呢申请了保外就医 在八月初的时候获准了 想不到他临时反悔拒绝出监 其中一个原因就传出来 是因为他得知11月他就可以申请假释 为了要一劳永逸他决定要赌一把 好其次也传出是因为他不满 这北间的防疫政策 原本呢这单人的隔离房 居然是三个人挤在一间 空间相当的狭窄毫无防疫效果 但是这一耽搁 结果让孙道存在9月份 他的病情是急速恶化 整个人还报受10公斤 虽然是遭到强制保外就医 但是为时已晚 46天之后不幸病逝 你好我们也没见过 一身西装笔挺和媒体寒暄 召唤名片 太平洋电信电来公司 前董事长孙道存 过去风光穿梭于正商名流间 专业姿态畅谈愿景 同时也是台湾大哥大创办人 孙道存曾带领股价一飞冲天 事业版图更横跨 航太金融半导体等被誉为最会赚钱的企业家第二代 但昔日的意气风发 如今不见踪影 孙道存为正罪一审无罪 你怎么看 身型单薄 步伐缓慢 露出民生疲态 先前开庭时 孙道存多重慢性病和肿瘤病史 缠身 近两个月 暴瘦超过十公斤 生活齐居无法自理 向小村署申请保外就医获准 但治疗期间 肿瘤转移恶化 癌细胞扩散 十几号凌晨三点多 在医院病逝 享受72岁 在南甩财务危机 先前掏空泰电 近200亿元 沦为接下囚 但女儿孙芸芸 还是默默相挺 面对媒体询问 坚定替父亲缓夹 2019年孙道存 传出欠税超过三亿 更涉嫌脱缠九亿多元 为了避免被收管 请孙芸芸担保 在场投期款一亿元 常年包管债务 更表示希望父亲开心 展现浓厚妇女情 孙芸芸一向就是 孝芸芸 温柔 体贴 父亲对她的栽培 对她的养育 对她的一切一求 我觉得孙芸芸都是 点滴在心头 她也要盖瓜承受 全部把它扛起来 因为 这就是她对父亲 最后的一点心意 承受的最多 所以她才必须要 护充最多 孙道存病为时 还是心系家人 更提醒不要告诉孙芸芸 不想让他们操心 如今死去来了突然 台客大哀悼 怨她哀喜 维方集团则不便 多受回应 家属也判一切低调 陪伴她走完 人生最后一程 记者最好报道